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LGBTQ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说说 这个是人权 这个是爱 我呢只是想跟我爱的人在一起 不关你们的事 你们管我干嘛 但是现在有一点情况显现的非常清楚 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在同婚开放了之后 开始了极为迅速的成长 这点非常清楚 不分国家 不分族裔 在美国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在台湾你也会看到相同的情况 而这些的开放并不只是单纯的像他们说的一样说 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自由跟别人无关 现在根本已经不是他们要过自己生活的问题 这个已经发展到完全影响 妨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这里面包括但是不限于 小孩的教育 价值观的建设 健康医疗 个人隐私 以及宗教自由 耶西瓦大学是一家位于纽约的正统犹太教大学 由于LGBTQ群体的攻击 目前这所大学正在面临被剥夺宗教自由的权利 这所大学于1886年建校 是一所私立的研究型大学 根据官方的官网介绍 该校创办初期致力于为犹太人提供教育 如今依然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思想和传统 我去看了他们的网站 在网站介绍任客教师的网页上面 所有的老师前面的title都是拉比 他们说西伯来语 学妥拉 祷告 敬拜 在生活中活出犹太价值观 但是这所持守传统犹太教义的大学 却因为所持有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惹来了麻烦 在去年4月份 这间学校被一群学生和已经毕业的校友 一怒之下告上了法庭 原因就是因为学生们组织了一个LGBTQ团体 叫做YU Pride Aliens 叶希瓦大学骄傲联盟 这个联盟呢 想要让学校批准正式注册成为学校的学生俱乐部 他们要使用学校的场地还有设施来举行LGBTQ会议 他们要在学校里面筹集资金以及做广告宣传 那么这样的要求就被学校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我们这是犹太大学 我们是按照犹太的教义来生活的 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 于是这些学生就跟学校开始了长久战 你拒绝我就申请 你再拒绝我再申请 你再再拒绝我再再申请 你拒绝几次我就申请几次 那么在遭到多次的拒绝之后呢 就把这些学生给惹毛了 这些学生认为 校方一直拒绝 就是歧视 就是不包容 就是违反了纽约的人权法 这样的行为是藐视法律 于是我在网上查这个案件的时候 就看见了我从来没见过的场景 一群犹太人戴着彩虹小帽 聚集在犹太大学的门口 支持LGBTQ We ask for queer-oriented events to be appr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without draining us emotionally At 11 years old I realized that I might be gay I remember saying to myself What if you're a lesbian And immediately answered myself No, you can't be It's not allowed I was actually at a Jewish university Here in New York as well And I was forced out of it Because they became transphobic to me When I transitioned So this is really personal for me About representation within queer Judaism In the larger Jewish community If you look at all of us And all you see Is sexual behavior Then it is your mind That is perverted Well, you need to be a lesbian Well, you need to be a lesbian That is the case Well, you need to be a lesbian So this is a lesbian So this is a lesbian And so it's a lesbian This is a lesbian So this is a lesbian Newy州的法官 作出了判決 敦促校方 必须马上承认 LGBTQ的组织 因为这个团体 有权利和其他学生一样享受平等 那这个理由校方肯定不接受啊 随后叶希瓦大学向更高一级的州法院提出了上诉 但是法院驳回了学校要求推翻判决的请求 在被拒绝了之后 叶希瓦大学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 叶希瓦大学在紧急申请中表示 政府强制要求建立的叶希瓦大学骄傲联盟 将对该校学生和社区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作为一所宗教信仰浓厚的犹太大学 叶希瓦大学不能够遵守这一命令 因为这样做将违反学校持守的虔诚的宗教信仰 以及律法价值观 也严重的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那么在上个周五 最高法院的Sonia Sotomayor大法官 批准了这个紧急的请愿书 宣布同意暂缓执行 但是这个案子可谓是一波三折 刚刚通过暂缓没几天 就在本周三 最高法院突然以5票对4票否决了暂缓 并且决定把这个案件还是发回给纽约法院 而要回去的这个法院就是先前逼迫学校必须马上接受LGBTQ 当然最高法院也不是说完全拒绝 他们在声明中说到说 如果这个大学没有很快收到纽约法院的快速复审或者是临时豁免 那他们这个案子还是可以返回到最高法院 那这个呢我就不是很明白 因为单纯这个案件来讲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一个维护宗教自由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 既然已经来到了最高法院 是不是直接宣判就会比较好 省据后面的很多麻烦 那当然这次的投票结果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9位大法官里面有5位投了 让这个案子回去纽约法庭 那这5位里面就包括两位保守派倾向的大法官 一位是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约翰·罗伯茨 还有一位就是大法官卡瓦诺 Brad Kavanagh 那么其他维护犹太教大学的4位大法官 是Samuel Alito Clarus Thomas Neal Gorsuch 和Amy Coney Barrett 就是大法官阿利托 托马斯 葛萨奇 和巴雷特 那大法官阿利托还特别宣告 说第一修正案是否允许一个州 强制一所犹太学校 来用错误的方式解释妥拉 而且要用这种方式来指导学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不可以 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障了自由行使宗教的权利 那么如果这一项规定有任何意义的话 那它就是禁止一个国家 按照自己的圣经解释去强制执行 然而这就是纽约法庭在本案中所做的 更令人失望的是 本法院的大多数法官拒绝提供豁免 维护宪法是我们的责任 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引来争议 那在这个最高法院发布了这个消息之后 耶内瓦大学的校长在校内对学生们发表了演讲 虽然这个演讲呢 掺杂着英语和西伯来语 当然了西伯来语的部分我听不懂 但是光听英语的部分 你是大概知道他可以在说什么 截了一小段下来和你们一起分享 它不是只要说它 是那你需要做它 它不是只要承认我们的责任 但是生命的 保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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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小段下来和我们 在这一小段下来和我们 而在我们的行動中,而在我们的行動中, 而在我们的行動中, 而在我们的行動中, 在我们的行動中, 我们的行動中, 是由阿vinu Shabbat Shabbat Shabbat. 那应该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 和希望, 就像刚才这位校长在讲话时候说到的, 我们的信仰, 不仅仅是在书本上面的知识, 而是要我们在行动中活出来, 我非常认同, 不管别人指控你什么, 坚定自己的信仰和立场。 就在上个礼拜, 有一个人就非得要我承认说, 所有的宗教的教导都一样有价值, 那我当然不会承认, 因为只有圣经才是永存的, 不可摇动的真理。 那这个人在听我说完之后, 认为我是在歧视, 在攻击其他的宗教, 并且说我是一个Hardcore Christian。 翻译成中文说好听一点就是铁杆基督徒。 那所以这种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只要你不认同别人想要你认同的东西, 那你就一定会被扣上一个歧视的帽子。 在这个案件里面, 这个大学也是被扣上了同样的歧视的帽子。 LGBTQ的人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 但是事实就是没有人攻击他们, 也没有人歧视他们, 是他们主动来攻击这一所大学。 这明明是一所犹太大学, 在这里上学的学生绝大多数也都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却非要逼着这些有信仰的人去认同他们的LGBTQ一程。 如果这些人在校外或者是私下组建一个团体, 没有人会去干涉, 因为学校当然管不到你个人的私生活。 但是他们在做的行为是在逼迫传统信仰的犹太人必须承认, 而且必须把学校的设施拿出来做同性变性等宣传的用途。 这不就是故意找茬吗? 现在的LGBTQ都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爱谁关你什么事的范围。 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在被迫参与。 他们要求我们必须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去称呼。 他们给年轻人灌输变性的思想, 让他们去切除健康的身体部位。 而且这些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就是混迹在学校里。 比如下面这一位朋友啊, 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那这一位呢是在高中里面教制造技术的老师。 他在给学生上课的画面被拍了下来, 放在了网络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学校任职的老师。 就是这个画面里面挺着硕大身躯切木头的人。 你看到他呢会觉得他戴了金色的假发。 他上半身看起来是极其的不协调。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患有巨乳症的女人。 他是一个在衣服里面穿了巨大号假胸部的男人。 根据学生们形容呢, 他以前都是很正常的男性装扮。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突然就宣布自己性别转换了。 他不是男人了, 他从此之后要开始做一个女人。 于是他的装扮就改变了。 他就开始往衣服里面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来上课。 那他穿成这样来学校上课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皇帝的新衣这种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装太久啊。 学校的学生终于忍受不了了。 开始就在推特发文章说, 学校里的孩子们当然知道这不正常。 但是现实情况就是我们什么也不能说。 去年的时候这个老师还是一个男人, 今年就变成这样了。 我不觉得学校会开除他。 我们什么也不能说。 学生会这样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高中所在的地区校董会, 近年来开始在学校里面推广这些性别认同的意识形态。 在2021年10月份, 校董会就发布了《关于学校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指导方针》。 那这个指导方针里面就写到说, 哈尔顿地区学校委员会承认学生、教职员工、家长监护人和社区成员有权获得公平待遇。 不受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视。 我们致力于为学校社区的所有成员建立和维护一个安全、关怀、包容、公平和受欢迎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包括我们的员工, 认为自己或者是被别人视为跨性别的人, 以及那些质疑其兴趣向或者是性别认同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毕竟也是学校呀。 学校对来到这里的老师还有学生, 难道就没有任何着装上面的要求吗? 还真不是。 着装要求的确有, 但是只对学生提供了着装要求。 董事会的守则里面就写着说, 学生必须要遵守服装准则。 你穿的这个衣服呢, 是不可以展示性别歧视, 也不可以展示粗俗色情这样的衣服。 必须要防止学生穿着暴露, 或者是暴露生殖器或者是乳头的这些衣服。 那很明显, 这位老师违反了这样的规定。 但是这个规定没办法, 只适用于学生啊, 不适用于老师啊。 这位老师现在还是在学校里面教课, 因为学校同意他这样的着装, 以及性别认同。 但是这个事情到了这里为止呢,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 也是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一个深入的原因。 有位哲学家叫做Peter Barkhashian, 他在推特上面就发起了一个问题。 他说, 大多数人呢, 对这件事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道德冲动。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论据, 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不应该继续在学校教孩子。 这个呢, 还挺难的,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一起试着去思考一下。 那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在为这个老师做辩护。 他的确是提出了一个, 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为什么不支持左派对于道德的认知? 你为什么是保守派? 你到底在支持什么? 你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件事, 到底是罪是错? 我们回到这个例子哈, 当我们看到这个老师是以这种形象出现在教室里面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道德冲动都会告诉我们说, 这样是不可以的, 我们是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人出现在教室里面的。 但是, 为什么? 如果从雇主的方面来讲的话, 学区跟学校是支持雇员这样的行为的。 雇主对这件事情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没有任何问题, 对他们来讲完全OK。 那么作为受雇的员工来讲, 他并没有违反雇主的规定, 也没有违反法律, 或许这个人呢, 他教课还教得很好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他这个样子出现在校园里面呢? 那这件事情到底错在哪里呢? 那在这一个提问的推特下面, 就有很多人热烈的参与了讨论。 有的人说, 因为他是一个变态, 他这种行为呢, 就是在表现出他自己的那种自恋倾向, 在迫使孩子们参与他的性恋物品。 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变态在学校里面。 还有的人说, 这是直觉呀, 你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你一看就知道嘛。 任何男性这样做, 都不符合妇女和儿童的利益。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靠直觉来看到这一点。 那还有人说, 说这个人啊, 他有精神病。 这个人通过让别人面对自己这样的形象来获得满足, 这是非常病态的危险的行为。 还有人说, 这人他就是病态, 他根本就分不清男女的界限。 那刚才我们说这些评论都对吗? 都挺对呀。 当你看到这样的人, 你就会感觉说, 他不正常, 他可能有精神病。 那如果你在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你就会讨论到说, 这种行为是某种癖好的表现, 是对孩子的教育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但是在我看来, 以上的这些论据呢, 没有一个是可以真正打动我的论据。 如果你说他是变态, 是因为他跟大部分的人都不一样的话, 那么你把这个权衡是否正常的标准, 就设置在人口比例上面。 但是你要知道, 这类人群现在正在快速的增多。 今年2月份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美国有7.1%的人自称是LGBTQ。 在10到15岁的年龄区间的人里面, 每5个里面就一个自称是LGBTQ。 那么当这一类族群的人口发展到庞大数量的时候, 比例可以跟传统婚姻一较高下的时候, 难道他们可以因为人数比例的增多, 就完全变成正常了吗?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你把这个权衡是否合适的标准放在时间上面, 就是我认为他是变态, 是因为以前没有人这样。 那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没见过, 或者因为你孤陋寡闻, 或者是因为科学时代在进步啊, 我们处在高科技的今天, 所以当今的人类都比较聪明, 研究领域拓宽了, 就发现了更多的性别跟更多的性取向呢。 那还有的人说说, 哎,我不用看别的嘛, 我靠直觉我就知道这样不对啊。 直觉这个东西都太主观了,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的直觉跟我的直觉很大概率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你的直觉跟别人的直觉冲突的时候, 你的直觉是对的吗? 你是否可以说, 别人的直觉就一定是错的, 你的就一定是对的呢? 还有人说, 这个人有精神病, 你咋知道? 你说, 这个人穿成这样, 他没有精神疾病, 他干不出来这种事。 但是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没有精神疾病的呢? 当然有可能。 所以说到这里你就会发现, 如果这些反对的因素都是出于个人的想法, 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非常多不同的衡量标准, 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判定对错, 那这个世界不乱才怪。 但是这种思考模式呢, 也是非常熟悉的感觉, 非常熟悉的配方, 因为这个就是左派的思考模式。 他们每一个人都从自我认知的角度去出发, 强迫别人接受并且认同他的真理。 但是从这一点来讲, 也是保守派跟左派应该从最根本上面区分开来的地方, 也应该是基督徒和世界从最根本区分开来的地方, 就是思考模式以及判断事物的标准。 如果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认知去做对事物的判断标准的话, 那么随着时间的变化, 随着环境的变化, 随着认知的变化, 种种原因都会使我们这个人改变。 那么毫不意外, 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一定会做出类似左派的选择, 因为我们的认知总是在变化, 而且人的罪性却在这个过程中永远都不会缺席。 那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就是神的话语,圣经。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可摇动的真理。 你不需要在意我的感觉, 因为我的感觉不重要。 但是这些永恒不变的真理, 不是我的感觉, 甚至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 是神说的。 为什么这个人穿着是不恰当的呢? 因为圣经《生命记》22章5节说, 父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 男子也不可穿父女的衣服, 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为什么人的性别不能变来变去? 为什么只能有两种性别,不能有一百种? 因为马可福音说,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那么为什么这些行为是不恰当的? 是我们不应该做的呢? 因为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艳醉酒, 不可放荡纵欲, 不可纷争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死你。 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有中立价值观的这位事, 因为中立就代表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是对还是错。 如果一件事不是荣耀上帝的, 那就是羞辱上帝的。 如果不是高举上帝的, 那就是抵挡上帝的。 如果不是教导我们敬畏上帝的, 那就是教育我们背逆上帝的。 没有所谓的中立, 因为在上帝跟魔鬼之间, 没有第三种力量, 我们可以顺服。 不管世界如何发展, 将来汽车在天上到处飞也好, 宗教学校, 甚至教会, 全部都被逼迫要接受LGBTQ也好。 或者是LGBTQ人群 在美国达到了99%的人口数量也好。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社会文化如何改变, 这一个永远也不会改变, 也不可被摇动的价值观和真理永远都在那里。 如果你寻找就会寻见, 愿意顺服, 神就帮助我们持守。 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上帝设立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边界一旦被打破, 那么其他所有的两性和婚姻之间的价值观全部被打破。 这就是破坏以及不遵守神的创造和律法最直接的后果。 因为标准一旦被打破, 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标准。 愿我们都持守真理, 为我们的教会和基督徒祷告, 在未来面对威胁的时候, 可以靠真理站立的稳。 也为Yeshiva University 耶西瓦大学来祷告, 希望他们可以顺利地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 继续活出神的律法和价值观。 也祝福收看节目的你, 继续持守圣经真理, 继续完成神给你的护照。 不要退缩, 不要胆怯, 继续走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的命令。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